是怎麼樣來做取得 這讓我們整個辦公室 都覺得非常的毛骨悚然 台灣的民主不應該要走向 美國水門案這麼可怕的一個狀況 不解對手的核彈機資料怎麼來 民眾黨新主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新驚驚 還沒甩掉男友人頭助理爭議 國民黨候選人林庚仁 在指控他挪用助理加班費 你是不是將辦公室 公會助理的加班會 當成你個人使用的小金庫 林庚仁指控高鴻安 從109年3月到12月期間 要求助理上繳款項共87萬元 錢多花在私人用途 而助理們繳納的費用 已經逼近高鴻安辦公室 可以申請助理加班費的上限93萬 入金到辦公室账戶 每次的金額 從1萬到7萬4169元不等 他們其實是以這個攻擊金的方式 在進行一些辦公室內部的運作 但林庚仁不死心 再丟出兩筆可疑金流 一筆8萬元署名給J開頭的人 另外一筆也是給J開頭的 責領了8萬8 兩筆共16萬8千元 直指秦嶺對象 就是高鴻安男友李中庭 還附上一張單據偉證 為何李姓前助理 可以直接領走16萬8千元 這部分我確實沒有經受 我也不太清楚 再做一個進一步的瞭解 高鴻安誠不清楚 但男友被指示人頭助理 他跟兩位律師不僅前往北基站 提交證據反駁 更出示多張照片 證明男友是實質助理 也讓李中庭長相意外曝光 並沒有他所指控的這種 所謂的詐領助理費的情況 一天內兩度親上火線 林庚仁三天兩頭丟出致命資料 爭議產生的高鴻安 已經疲於澄清 TVBS新聞 華少平林庭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